字幕博士 空無一人的車站 姿姨曾惹維 拍上去 真的是HelenBoss 我們今天真的是超級搞笑的 剛剛我們要下站的時候 然後因為門沒有打開 然後我們也沒有按緊急 緊急開門的鍵 結果殊不知就讓 就讓那個車子過了 然後我們查了一下 就要回頭搭一站而已喔 就要等兩個小時才可以回頭搭一站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下兩站 那邊趕快先下 然後結果我們出去之後 根本就是國家公園吧 完全沒有人 然後我們就遇到一個乘客 我們就問他說怎麼辦 然後乘客他就說 他就幫我們查了一下的確是要兩個小時才回去 然後他也說我們從那邊走 從那邊走到這邊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然後他說要幫我問他朋友 然後朋友就開車來了 所以他朋友就願意 載我們回來還好他開車只有15分鐘 可是走的話可能要走 一個小時多吧 反正就是很幸運 今天又發生了一件 可怕的事 終於解決了 好蠢的人 好就是這樣 拜拜